第一小題 假救A聲明之請求權依據法院應如何 審理判決 必須用訴訟 標的理論來判斷 如果是我們先看新訴訟標的理論好了 新訴訟標的理論是 假主張以無權返還應該返還土地給假 以應返還土地給假 所以是原告假對被告形成一種 返還受領的給付地位 所以訴訟標的只有一個 對不對訴訟標的只有一個 那法院這個時候應該如何審理 其實很簡單嘛 就是 寫一些廢話 就是說 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啊然後 命當事人提出 寫一些比較空泛的話就是這樣續行審理 沒什麼特殊的 所以重點絕對不在這裡 重點絕對不在這裡 因為只有一個訴訟標的 但是如果依我們的傳統訴訟標的理論 訴訟標的屬於實體法上請求權基礎 假主張了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跟租賃物返還請求權 就會形成了 數之客觀合併 就會產生了 疑訴主張兩個訴訟標的的形形 這個時候法院應如何審理 所以在我們第一點 法院應如何審理 分數如下 第一個你就可以說 我們採新訴訟標的 理論 好只有一個訴訟標的 所以應該說法院可以 產明當事人就 那個455條或是767條 說服訪管請求權 這些攻擊防禦方法 他都只是屬於攻擊防禦方法 提出充分的 事實證據進行審理 好那第二點 重點就是 傳統訴訟標的理論 傳統就是訴訟標的理論來說 訴訟標的有兩個 也就是明法的 455條 跟明法的 767條 一項前段 構成訴之客觀合併 合併歸合併啊 合併還是有很多種形式嘛 對不對 我們就說 法院應產明 其合併類型 就當事人講清楚啊 他到底要怎麼審 他希望法官怎麼審 給個說明 說清楚講明白 產明他的合併類型 好 這個之後我們就 既然我們提到了 數字客觀合併跟合併的類型 我就介紹一下數字客觀合併的 傳統見解下有 這個不好意思 都插好了嗎 插得很快喔 那不要忘記我下一課再 講因為我剛剛來不及了 好 那數字客觀合併的類型喔 傳統見解下會大概可以拆成 四種 第一種單純合併 單純合併就是 複數的訴訟標的 複數的聲明 請求審理 那他可以分成有千年跟無千年的嘛 這個 一般的參考書上都有寫 那其實差異不大 差異不大 只是在辯論上 如果說有千年就 不宜分開辯論 應該合併辯 好 那第二個 稍微重要一點 選擇合併 選擇合併 主張數訴訟標的 訴訴訟標的 但是呢 請求相同 請求法院 則依有理由判決 我講了一堆法院只要挑一個我有理由 我只想聽贏的就好了 蘇人就不用說了 則依為有理由判決 則依有理由判決 好 那在這個情形下 其實 不難發現 請求同意 請求同意的情形下 只有 一個 類似分爭單位型的一個 請求的 訴訟法上的 起附地位 或是 訴訟法上的行程地位 或是請求確認法律關係 所以在 新縮底下 新縮下不存在 這種類型 因為在新縮底下不夠乘數之客觀合併嘛 只有一個訴訟標的 不生合併問題 不生合併的問題 所以 你 喔 可以理解嗎 在新縮底下不存在這種 數之客觀合併的類型 比較重要的是在他的判決效力喔 判決效力 其實傳統的這種 這種論述跟這些數字客觀合併的類型 很重視從基礎理論做推導 所以我接下來講的 只要你有把前面的觀念弄清楚一定很好理解 如果原告 一步勝訴 好 這原告一步勝訴的情形 是一步勝訴喔 不好意思 原告勝訴的情形 因為他只是請求就擇意有理由的違判決嘛 所以主文只會出現一個 數用標的 只會出現一個 一個有理由的 數用標的請求 所以說 只存在 怎麼講 只就 只就判決中 訴訟標的 有紀判例 紀判例有沒有縮寫啊 我覺得紀判應該 弄一個縮寫 不然會一直寫 好 紀判例 因為什麼 因為擇意有理由為判決嘛 那判決有理由會出現在主文中 那其他沒有出現在主文的判斷呢 傳統的見解就會認為說 沒有生計判例 沒有紀判例 這很好理解 如果原告敗訴呢 原告就倒楣啦 原告敗訴呢 他全部都受判斷 那原告是 主文就是講原告 之處無理喔 判決駁回 所以說 全部生計判例 全部生計判例 好 從我們紀判例客觀範圍的 傳統的見解來說 這應該不難理解 好 那我們就看第三種類型 重疊合併 好像有稱為競合合併的啦 那我都習慣稱為重疊合併 這個 個人的習慣問題 沒有什麼影響 好 可以嗎 那他一樣喔 數標地 請求相同 但是他請求均為審判 均為判決 請求均為判決 唯一的不同就在後面 择一有理有為判決跟均為判決 所以說這個類型啊 在新數中標的理論底下 也不存在 也不產生數字 客觀合併 好 那這個類型 在他的判決效率來說喔 如果說全部有理由或無理由 法院只需餘之一個勝訴或敗訴判決 然後在理由中說明意直就好 傳統的看法是這樣啦 那如果一步勝訴一步敗訴呢 學說就認為說應該 把那個 就算了